這些小孩都很有精神的力量 他們期待很久的後勤運動會 將他在今天起興 他們都希望今天在運動中頂點館 可以拿到好生意 開幕之後 除了標榮 優良告訴 感謝他們對學校的付出以外 還有將前一陣子 他們在學校裡面所基板的 跳蚤市場的收入 關鍵讓人到達到中心 讓他們可以在這年冬的冬天 感受到他們的愛心 今天是我們中心國中 45週年的校信活動 每一年的校信活動 我們一定要舉行的 就是一個運動大會 因為平常孩子們就很喜歡運動 所以藉著今天的一個慶祝活動 讓他們好好的在運動場上 大家好好跑一跑 比賽一下 順便體驗一下 要團隊精神 因為有大隊接力 讓大家了解說 這不是一個個人的成功 可能要團隊 來自於團隊的合作 那麼孩子們都非常的期待 期待一個運動會的舉行 這些孩子們都一年經典運動 常常在肯定表現 為了班旗的英文 看得出來他們都是很專立的比賽 就今年已經是在中心國中 最後一年了 所以就 中心國中也已經45年校慶了 所以就覺得 這裡可以參與到那麼盛大的活動 然後就很開心 就很好玩 參與運動會是一個很 令人團結的活動 雖然今年沒有參與進展 不過一樣很好玩 就是選到團隊合作 然後班級變得比較同情協力 大家都會很團結 如果一個人不團結的話 就會影響到整個班級的經營 還有比賽就是會輸掉這樣子 學校為了配合2014年台灣典會 全學的時限 也製造很多活動 提供民眾來欣賞 學校一系列的活動 都需要大家的力量才能完成 就是要讓這些學生了解到 團結合作的重要性 記者五位麥 蔡鳳報道